今年下半年很多情沙案让人忧心现代人处理感情问题 水面剧场新作前方的风景 藉由三段爱情跟婚姻的故事来探讨爱情EQ跟爱的代价 导演还邀请了资深操偶师加入演出阵容 将传统的布袋戏跟现代剧场跨界结合 透过人偶间的巧妙互动带出整个故事 是一个会出现在各大报还有数字中刊的名人 她是个大明星 只要有她 永远是头条 什么 你已经订好机票 要去香港半岛酒店喝下午茶 没错 有曼玉和曹伟哦 曼玉跟曹伟哦 我最爱他们的演武将跟比较青云长 你好棒哦 传统布袋戏与现代舞台剧跨界结合 戏偶与真人共苦练曲 有点搞笑甚至略带实验性 这是水面剧场的星座 前方的风景 玉璇啊 今天想去哪儿玩啊 我都可以啊 哦 那我约了一些朋友 我们一起出海去马卡尔 马卡尔 对 可是我跟你说 不带卸偶与真人如何展开对话 编导张家荣请来台北末偶剧团 资深演师黄桥伟跨刀 我希望说 藉由他的精湛的掌中记忆 能让观众了解到说 一布袋戏还是很好看 然后第二布袋戏其实可以讲现代生活 除了布袋戏之外 张家荣也在剧中加入南管梨园戏的元素 传统布袋戏南管梨园戏语 现代剧演绎三段爱情故事 行销经理比较像时下年轻人 他们有很高的理想 但是有点好高无言 他永远觉得自己做得到 所以我们帮女主角取一个名字 叫郭玉琪 就是他做的事情是永远无法预期 但是因为他的理想也太高 所以最后都会过期 不只是聚焦爱情 同时也探讨婚姻的经营 那时候有个年轻的女生 她对我很好 她很年轻 她小我18岁 她对我崇拜 信任 她才不会像唐三藏一样碎碎念 还有眼高手低的高知识分子 老公 今年我们去找竹科的工作吧 不行 再给我一年 我觉得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人称才有意义 有一个是高知识分子 一个物理博士 他毕业六年还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比较演高手低 只想要做台青教的教授 那他太太从支持他 然后到慢慢觉得 怎么会这样 故事以西游记师徒四人取经路上 看见一道道人生风景 拉开序幕 编导张家荣说 他要谈的是爱情的EQ和爱的代价 因为取经就是要找答案 替人生找答案 要解惑 所以他们在取经路上 忽然他发现没有路了 怎么办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接下来呢 他们就看见一幕又一幕 人生的风景 那这些风景里面 其实谈的都是 该怎么爱才会爱得对 那这些人为了要努力去爱 付出了多少代价 三段城市角落的故事搬上舞台 邀请观众一起为人生的困境 寻找答案 看起来 我就很快就可以回到取经的路上了